大家好,我的病发生在2018年的11月份,感觉我的身体特别的疼痛,尤其是胳膀和手臂,包括后背。 连续疼了几天,吃了一段的止疼药,可是疼痛根本没有一点在变。 有一天,鼻子连续出了几次血,后来被媳妇和孩子知道了,就去了医院检查,结果是得了肺癌软息,已经是骨软移了。 当时我自己的压力也特别大,但是手术和化疗化疗,我是肯定不能同意,因为我知道化疗化疗最后的结果就是人才两空,通过朋友介绍就来到了20点。 华老师了解病情,然后就开始给我喝酱汤,给我搞身体温服,然后呢,给我按摩,就这样一段时间,自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,疼痛感也一天比一天减轻了很多。 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我的胳膊,我记得当初我的胳膊腫得特别的粗,疼得特别厉害,给小车挂挡都挂不上。 通过朗工几次以后,我的胳膊疼痛感减轻了很多,消肿也消了很多。 就这样,我又坚持了一段时间,回家以后,我的家人每天晚上给我做全身的按摩,24小时温服。 姜汤也是不断的喝,并且在生活方面,每天给我调节生活,然后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。 姜汤呢,是在喝不动的时候,我就把它整淡一点,也要继续喝。 爬楼梯运动,一定要坚持。 半年以后,我的身体呢,基本上痊愈了,和正常人一样,没有在疼的地方了。 还有一点,最关键的就是,我们的心态问题。 在治疗期间,和康复期间,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。 心态不好,那一切都会前功尽弃,然后对自己呢,好的信心。 我很感谢,又要是点。 心态不好,那一切都会前功尽弃。 心态不好,那一切都会前功尽弃,然后对自己呢,好的信心。 心态不好,那一切都会前功尽弃,然后对自己呢,好的信心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